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用六股牛奶棉加上3.0的勾针勾出来的 咱们这个包包是分包生和包盖 包生有两片组成 这两片的勾法一模一样完全相同 然后就是包盖 包盖咱们只要勾一片 其中包盖的前面三圈的勾法跟包生的前面三圈的勾法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大家需要准备好相应的工具基础工具 另外呢就是有那种复古的扣子呢也可以 还有缝合针咱们要准备一根粗的和一根细的 我们首先是环形起针 咱们在手指上绕两圈 好 捏住这个交叉的地方 用自己的方式把线带好 接下来咱们需要在这个大洞里面勾我们的第一圈 第一圈呢咱们要勾14个长针 首先呢我们这里立两个辫子 立两个锁针当作起离针 接下来咱们就在大洞里面勾14个长针 这两个起离针两个锁针的起离针是不算的哈 好 我们就这样呢在大洞里勾14个长针 14个长针勾好了 勾好了之后现在咱们要收紧这个线头 咱们这里呢拉长一点防止它脱针 好 我们拉住这个线头 观察一下这里的两根线 是哪一根线在洞 然后我们就抽刚才在洞的那根线 然后呢去抽它把它拉紧 好 拉紧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带动另一根线 然后呢就一直的去把它收紧 收到中间没有洞 好 收到中间没有洞 然后咱们再拉这个线头 这样的这个缝隙就没有了哈 好 那我们就回到起咱们勾的这个地方继续 接下来咱们是在第一个长针 第一个长针对应的这个辫子里面 引拔结束第一圈 好 这里呢把线头拉紧一点 这是第一圈14个长针 接下来第二圈同样是两个锁针起立 所以这两个锁针呢是不算录帧数的 然后我们在刚才引拔的地方 也就是第一圈第一个长针对应的辫子里面 穿过这个辫子两根线哈 每次录针都是穿过辫子的两根线 好 我们把线头放在勾针上面隐藏 好 我们在这里面呢要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长针的加针也就是在这同一个针目里面 还是在这个地方 在同一个针目里面要勾两个长针 就相当于加了一针 这个就叫做长针的加针 好 那我们就重复这个方法 在每一个长针对应的辫子里面都勾两个长针 一共有14组的长针加针 那么第二圈勾完之后 总针数就是28针 28个长针呢 这里勾完了哈 勾完了之后呢 咱们也可以引拔结束 同样是在第一个长针对应的辫子里面 引拔结束 第二圈 这个地方呢 咱们把它拉拉紧 现在开始第三圈 第三圈呢 咱们同样是 首先两个锁针起立 这两个锁针呢 也是不算做针数的 不算针数 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是在刚才引拔的地方 咱们再勾一个长针 那么如果是新手宝宝呢 你可以在这个 长针对应的锁针里面呢 对应的辫子针里面放个记号扣 这个是我们第三圈引拔结束的地方 好 第一针里面 咱们勾了一个长针 然后第二针里面 咱们也要勾一个长针 勾完了两个长针之后 咱们勾一个锁针 好 这样呢 我们把这里的两个长针 一个锁针 这里的三针看成是一组的话 我们同样这一圈呢 要重复14组 好 再给大家重复一组 好 我们从右边往左边下一针里面 下一针里面 咱们勾一个长针 再下一针里面 也是一个长针 这样呢 我们又勾了两个长针 好 接下来又是一个锁针 这样呢 就勾成了 勾完了两组 然后呢 我们又去重复这个方法 也就是 这一圈 第三圈呢 也就是 第三圈就是 每一针里面都是只勾一个长针 然后每勾完两个长针 一定要记得中间勾一个锁针 那么第三圈勾完了之后 总的针数就是14乘以3等于42针 以后的两个长针勾完了 好 咱们一个锁针就全部勾完了这一圈 然后我们在第一个长针对应的辫子里面 引拔结束第三圈 接下来开始第四圈 同样是两个锁针起地 这两个锁针呢 咱们也是不算入帧数的 接下来咱们在第一个长针 就是刚才引拔的地方 也勾一个长针 下一针里面一个长针 接下来是在来到这个 上一圈这个锁针 形成的这个洞里面 在这个洞里面 咱们勾一个长针的夹针 也就是这个洞里面要勾两个长针 好 那我们把这里的四针 看成是一组的话 那我们就这样的重复的一直勾过去 好 这里呢 我们继续 再给大家演示一组 好 接下来是这一针 大家千万别弄掉了 一个长针 下一针 一个长针 然后来到这个洞里面 再勾一个长针的夹针 好 这样呢 我这里就勾好了两组 大家呢 就这样一直勾 我们要勾到什么地方呢 好 来看一下 咱们要勾到什么地方呢 勾到这一针的时候 好 来看一下 这个是上一圈起立针 这个是上一圈最后的两个长针 是吧 来看 上一圈的最后倒数第一个 倒数第二个 倒数第三 倒数第四 倒数第五 倒数第六 勾到倒数第七针的时候 我们再回来 已经勾到这里来了哈 那也就是第四圈的已经勾完了 已经勾完了 也就是这样数过来的话 两个起立针不算 数过来的话 我们刚好是勾到42个长针 也就是勾到十组 勾到十组 最后再加两个长针 好 这是第四圈的勾法 那勾到这里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断线 其中一种处理办法是断线 在这里断线 然后去隐藏线头 然后我们再另起线头 从这里开始来勾 咱们的第五圈 就是最外边的那个花边 因为这一圈呢 咱们必须保证 呃 是在正面来勾的 这样才比较美观 好 那么如果你不喜欢断线的话 像我就不喜欢断线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处理 咱们把这个拉长 把这个圈圈扩大 把咱们的这个线呢 从这里穿一下 带过来 带过来之后 这里呢咱们可以收紧 这里就固定住了 然后呢 咱们再留长一点的线头 这个线头呢 是一定要比这个 这里勾的这一圈要松 要适当的松一些 好 有这么松呢就可以了 接下来咱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 第五圈 也就是这里 第一个长针 对应的针目里面 好 咱们把这个线勾 钩过来 就开始了 就开始了 开始第五圈 这个线头呢 等一下咱们钩第五圈的时候 咱们就是钩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包起来 隐藏在里面 好 第五圈的钩法 咱们首先一个锁针起立 然后在刚才 也就是第一个长针对应的辫子里面 咱们钩一个短针 咱们在这里 勾了一个短针 接下来 咱们空一针 咱们空一针 也就是第二针不勾 来到第三针的辫子里面 好 记得把线头放在勾针上面隐藏 咱们在第三针里面 同时要勾出五个长针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长针勾完了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扇形花 然后呢 我们又空掉一针 也就是空掉第四针 来到第五针里面 勾一个短针 短针勾完了之后 接下来咱们又是空一针 来到下一针里面 来到下一针里面 同时勾出五个长针 五个长针勾完之后 咱们又是空一针 在下一针里面勾一个短针 勾一个短针 然后又是空一针 在下一针里同时勾出五个长针 就这样重复的去勾 也就是咱们把一个短针 空一针 再勾一个五个长针的扇形花 然后再空一针 把这个看成是一组的话 那我们同样的去在这里勾 一共要勾十组 大家要勾出十组出来 一直勾 勾到这个地方 十组的这种花样的花形 咱们就勾好了 也就是这里会有十个这样的扇形花 勾完了之后 因为我们每一组占了四针 勾完了之后 如果这里空掉一针的话 大家会发现还剩下两针 那么最后剩下的这两针 咱们分别各勾一个短针 好最后一针 咱们也是勾一个短针结束 这样咱们就勾完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线头剪断 剪断 然后我们这个剪断的时候注意 因为我们这个包生是有两片相同的织片所组成的 所以大家要勾两片 那么记住有一片线头短一点 你可以去隐藏起来 另一片的一定要线头长一点 为什么 因为咱们要用于这里缝合 把两片的缝合起来 两片的已经勾好了 两片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线头短一点 然后这个线头长一点 这个留的线头呢 要是咱们这个外圈的两倍 稍微再多一点点的距离 它就是够的 这是包生的两片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是要开始勾这个包盖 包盖它的勾法呢 前面三圈的勾法 跟咱们的这个包生前面三圈的勾法是完全相同 一二三 跟这里的一二三的勾法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 第一圈 除了起离针 十四个长针 第二圈 除了起离针 十四个长针的加针 也就是二十八个长针 第三圈呢 是每两个长针 然后加一个锁针 一共也是勾到十四组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开始包盖的第四圈 包盖呢 咱们就是勾到第四圈就可以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看这最后一圈 好 首先呢 咱们是一个锁针起立 接下来咱们勾针 接下来咱们在这个 两个长针 在两个长针中间的这个缝隙里面 在这个洞里面 咱们在这里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在上一圈勾的这个锁针形成的大洞里面 锁针形成的大洞里面勾五个长针 五个长针 都是在这一个洞里面来勾的哈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好五个长针勾完了 如果把这个看成是一组的话呢 咱们一共是要勾十二组 一共要勾十二组 好 这里再给大家演示一组 我们在两个长针中间的缝隙里面勾一个短针 在这个缝隙里面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在这个上一圈勾的锁针形成的大洞里面 勾一个由五个长针组成的一个扇形花 就是这五个长针都是在这个洞里面来勾的 三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这样呢 这里就完成了两组 接下来又去开始第三组 这个地方一个短针 这个地方一个扇形花 短针扇形花 短针扇形花 就这样一直勾 一共要勾十二组 也就是有十二个扇形花 勾完了哈 勾完了之后呢 这个包盖呢 咱们就算是勾完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看到吧 我们有十二组 十二个扇形花 最后一个扇形花勾完了之后 记得大家记得还要再勾一个短针 好 咱们勾完这个短针呢 就可以断线 把线剪断 然后呢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线头抽出来 呃 留的线头呢 大概有这样十几厘米就可以了 因为要用于那个缝合 好 那都勾完了之后 现在咱们就是开始来缝合了 首先呢 咱们是缝合这个包生 拿出包生的两片 然后咱们穿好这种大号的 比较粗一点的缝合针 好 咱们穿好 接下来咱们是纹理比较好看的 这个是正面 这个不是很好看的呢 是反面哈 咱们让正面相对 正面相对 两片正面相对 然后呢 开始缝合 缝合的时候 咱们一针对应一针就可以 一针对应一针就可以 比如说这个是第一针 然后对面的第一针 好 大家注意 我们每一次缝的时候 穿过的都是 两个辫子的外半针 好 比如说 这里呢 都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辫子的 两根线 咱们挑 靠近我们的这一根线 第一针 然后对面的第一针 我们也是调外面的 靠近那边的第一根线 好 咱们把它穿过去 接下来 接下来 为了让这个地方更牢固一点 我们可以在 第一针的位置呢 适当的多走一两次 这样呢 这个地方呢 就会更牢固哈 好 刚才呢 走到第一针 咱们已经走过了 然后旁边 现在我的习惯是 这个旁边 咱们也是 找个位置 看到吧 这个旁边 咱们找个位置呢 可以穿一下 让它更牢固 好 穿完了之后呢 咱们就开始第二针了 这边呢 挑靠近我们的一根线 对面的第二针呢 咱们挑的是 靠近外面的一根线 每次就是这样来缝的 没有难度 只要中间没有漏掉 针素就可以 没有漏掉针素就可以 好 大家呢 就这样一直的缝 把它全部缝完到最后 缝到最后了哈 还剩下最后一针 缝的时候 大家手劲呢 要适当的紧一点 好 最后一针呢 咱们多走一次 然后这个旁边呢 我的习惯是 旁边咱们也穿一下 这样呢 会让它更 牢固一点 旁边的地方咱们也 多走两次哈 好 这样呢 就缝好了 然后再去把这些线头去长一下 就可以了哈 好 缝好了之后 咱们把它翻过来 翻回到正面 它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呢 这个 就是这样的 缝完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哈 好 这个就是咱们的包身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是要缝这个包盖 包盖呢 咱们也是要穿好 粗一点的大号的缝合针 把它们呢 穿起来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呢 有十二组花呀 就会有十二个洞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待会咱们缝扣子的扣眼的地方 也就是 这个地方是中心点 是中心点 咱们可以对准 底下的这个大概的中心点的位置 好 可以这样的 先擦一下 固定一下 然后再去 这边找到位置缝合 包盖的缝合 大家就是 这个缝起来没有什么要求 没有难度 只要把这里 把它固定做就可以 但是 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一定要位置找好 一定要这样呢 是找好位置的 好 可以这样呢 自己找好了之后 固定好了之后 这样大概看一下 这个效果 大概的看一下 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话 这样差不多的话呢 那咱们就可以去把它固定起来 就可以缝合了哈 好 那这里我就开始了 咱们呢 是这样缝的 是缝后面这一片的哈 不要缝的时候穿的过去了 两片 好 我们穿回到这里 穿回来 然后呢 我们这个缝的时候呢 最好呢 我们是从这个地方 一直缝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一直缝到这个地方 一直缝到这个地方 这样呢 会更牢固 会更牢固一点哈 好 我们就这样呢 大概的来穿一下 找合适的位置 大家找合适的位置 这样一针一针的对过去 把它们缝起来就可以了 看到吧 一个一个辫子的 大家这样缝 找到合适的位置 把它们缝起来就可以了 缝的时候 同样的熟劲呢 稍微的拉紧一点 稍微的拉紧一点 熟劲呢 拉紧一点 编了 这个地方呢 大家也可以多走一两次哈 缝好了之后 同样的 咱们就直接把这个线头 带到里面 带到这个包包的里面去 隐藏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大家自己隐藏一下 好 那到这里呢 咱们就插最后的扣子了哈 这个扣子呢 大家可以装那种磁力扣 有吸力的磁力扣 如果你喜欢那种复古的扣子的话 也可以 大家呢 也可以找一个这样的复古的扣子 然后呢 找合适的位置 刚才我们说呢 是要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出来 中心点是吧 所以呢 我们同样的是 找好合适的位置 好 大概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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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再用细的缝合针 然后找这个 呃 在这个牛奶棉里面 抽出其中的两股 大家去穿好 缝合一下就可以哈 就跟咱们平时缝扣子是一样的 这个呢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哈 好 那这个今天的这一款 复古的宫廷包呢 小号的宫廷包呢 咱们就到这里了 拜拜